中国大报朝鲜日报周末报道说 平壤修改了宪法和劳动党党章 确立了十大原则 这十大原则的全称是 树立党的唯一思想体系十大原则 报道说朝鲜在十大原则中 删除了无产阶级专政 以具用主体革命伪业 替代了共产主义伪业等等 这事实上是宣布了北韩式王朝国家 报道还说将统治理念 从金日成主义变更为金正日和金正日主义 并将金正恩与他们列为同级 重点就是金氏家族世袭的正当化和规范化 朝鲜战争之后金日成掌权 1994年金日成病逝 其子金正日继位 2011年金正日去世 其子金正恩结尾